好,这是属于一个素养题 它前面给你很多的文字叙述 然后呢,从文字叙述里面要去找一些答案 但是呢,我都蛮建议各位同学 先去看看后面人家怎么问 啊怎么问呢,如果你会写就先写了 啊不会写再回来看你的文字叙述吧 对不对,好 题目跟你说呢 KO2是属于什么东西啊 好像你不用看文章也可以猜对不对 来,KO2是不是金属 加O非金属 我猜你是 离子物质 来,离子物质用什么方式来写呢 实验室来写 所以离子物质用实验室表示之 好,看起来可以选的就是 B选下